从我开始学习中文的第一天题,去中国留学就成为了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。 留学对我来说,不仅意味着拖坏事业和去大学术成就,更是为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。 Hello,大家好,我是来自AED的周峰,我是亚历山大大学温泉中文系二年地的学生。 在这个视频,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去中国留学最期待的事情。 让我们开始吧。 首先,去中国作为一个留学生,我相信在这个结合了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的美丽国家, 我将会经历到许多美好的事情,并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、人民和历史, 而若我去中国留学最期待的事情之一。 另外,我期待探索中国的城市。 中国是一个拥有有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,跟我的祖国埃及差不多。 我知道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独自的风景和故事。 我期待着君子走进中国的名乘古迹和现代城市, 进行感受中国的历史迹运和现代发展的壮丽景象, 以便能进一步的了解中国。 为了说取中国最期待的是,能够君子体验和了解正常的中国。 在阿拉伯世界,我们几乎从西方提供的资料, 听到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, 无论有多么偏见, 因此我一直有一个梦想, 那就是今年讲到正常的中国, 并证实客观地让更多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认识面貌。 有一句话说,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。 这些设计中一年半, 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。 现在我可以自己从中国的资料获取信息, 中国阅读中国的报纸和数据, 以及浏览中国的社交媒体, 来了解中国和中国思想。 但我相信正常地理解中国, 我还需要青年目睹, 就像素语说, 百文不如一件。 从此以后, 我就每天会不断地提醒自己, 努力实现成为中澳文化之间的漂亮的梦想, 让自己走出舒适区, 迎接强战。 无论目标有多麦玩大, 一切都要从今天的脚步开始, 掌入老子所说, 再见。